亮哥昨天有說國民黨這次投票沒有出現任何的意外 要歸功傅崑奇 好 當然現在大家都說傅崑奇如果跟柯建民來做相比的話 柯建民不斷的開酸 你國民黨囂張眉落魄的酒啊 笑到最後才是成功啊 傅崑奇反嗆 你民進黨才是離基層太遙遠好嗎 好 另外呢 這個黃耀明他有透露 民進黨其實這回在投票過程當中 有人跟國民黨立委接觸 而且不得了開出八位數的數座 算了一下千萬元啊 大謙哥 的確 就是亮哥剛才講的幾個都是關鍵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先講國民黨內的問題 就是當時在這個立院龍頭選舉之前 我們擔心的幾個變數 除了民眾黨自己 然後民眾黨跟民進黨有沒有可能合作 那麼當然還有一個就是我們自己的54席到底守不守得住 那麼在關鍵的72個小時裡頭 其實各個系統都全力的在動員顧票 那麼當時我們擔心的是說 比如說有些立委他不連任了 那麼有沒有可能被撤反 那麼有些立委財務狀況不好 他有沒有可能被撤反 有些立委他可能因為有案在身 他會不會面臨壓力 那麼其實這是過去民進黨撤反國民黨立委 最常見的幾種模式啊 所以在那個時刻其實 黨中央嘛我知道的包含縣市長 我們都在包含韓市長跟這個江啟成兩個人 都在最後的72小時進行全力的顧票動員了 所以我們也很感謝很多國民黨的縣市長 甚至他們在投票那天他們是親自陪著立委 他們選區的立委上台北來投票的 就是前一天就帶著立委上台北投票的 那麼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54票票票都能夠投下來 那麼第二個問題是剛才這個 提到的說所謂的黑韓產業鏈 的確其實在2月1號當天晚上 我們也有討論過 韓市長正在討論說第二天 因為那個時候很多媒體都問他 要不要進辦公室 那麼大家要來拍他 可是各位知道 亮哥也韓國立委啊 哪一個立委2月2號要進辦公室的呢 立法院還沒開議 而且最重要的是韓國瑜是個新科立委 不管他自己的辦公室 或者是院長的辦公室 人家都是1月31號才搬走的 也就是說2月2號這一天 這個辦公室都還在裝潢 還在打掃 把垃圾丟掉 搬電腦接電線 那這個時候你叫韓國瑜去幹嘛呢 他進去幫忙一起搬電腦嗎 然後只是為了要給媒體拍一下那個畫面嗎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韓正營有討論過 就我們還要滿足媒體到什麼程度了 就當然我們也可以言給媒體看 每天早上8點就坐在那裡看報紙啊 反正我進了院長室 你怎麼知道我在幹嘛 對可是問題是這有意義嗎 就一個院長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啊 有誰管過游錫坤2月2號在哪裡啊 有誰管過以前王金平2月2號在哪裡啊 我講句實話 2月2號可能立法院有一半的立委都已經在國外了 這個量就最清楚啊 因為2月1號該宣誓就職的結束了 顯然不會在年前開議 能出國都出國了耶 所以立法院裡頭可能連立委都不多了 那你更何況說你要管一個院長 叫院長每天都要進辦公室 所以其實後來韓這個韓院長他決定了 就是說做該做的一樣都不會少 所以今天已經在通知 應該是禮拜一吧 就要開草野協商了 他要主持草野協商 然後呢他也挑選了一個藍綠白 大家都很高度評價的周恩來 來當秘書長 他沒有找自己的人 他找了大家所推薦出來 立法院公認最秤職的一個秘書長之一的人選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他想走出一條 屬於韓國瑜自己的風格 那現在媒體有一些人在做文章說 韓國瑜會被罷免什麼的 不斷的炒作這個新聞 我覺得很無聊 他絕對不會被罷免 不要在這邊吃人說夢了 就以現在立法院所有的相關規定 他都不會被罷免 所以不用在這個時刻 就去搞這種黑韓的過程 立法部份區沒有罷免 改選要三分之二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根本不可能 那麼亮哥剛才講到另外一個重點 是我們一直都在考慮的 我自己也跟黨中央 也跟韓院長都有反應過 所以亮哥其實想的跟 當時我們建議是一模一樣的 就在這個時刻 我剛才說過這是國民黨的蜜月期 當民進黨跟民眾黨在相殺的時候 這是我們清算民進黨最好的機會了 因為他們現在兩邊不合 誰都不like誰 這個時刻我們要來清算他 我們可以做好幾件事 第一 我們可以讓中天重回52台的 這不是做不到的 我們只要修法去修NCC相關的組織法 接下來還有NCC的人事案 這不是不能夠處理的 這怎麼會不能處理呢 我在立法院只要人數夠 我就是講難聽我們就多數暴力 我們就是過了 你民進黨當年怎麼幹的 我們現在又怎麼幹 怎麼做不到呢 而且不要忘了 讓中天重回52台 是柯文哲在中天的承諾 柯文哲自己受訪的時候都講了 那你想想看民眾黨會反對嗎 包含剛才亮哥講的 還有好多民眾黨當時在選舉的時候 批判民進黨的問題 新潮流的弊案高端的問題 疫苗採購案這些民眾黨也在罵 所以當國民黨要求說 我們要組成一個聯合調查小組 來進行調查的時候 民眾黨不可能反對的 所以在現在這個國民黨的 命運期的關鍵時刻 我們一定要好好掌握 那在這個時刻趕快把一些該做的 能做的我們現在把它做了 因為誰都不知道未來 民進黨跟民眾黨還會不會相殺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握這個時機 黑韓產業鏈出現 其實一方面也就凸顯了 賴清德還有民進黨很怕韓國瑜 但是我們來看到 韓賴未來有很多機會同框 包含520賴清德就職典禮上 立法院長將會授予總統兩大國喜 而且還會出現多次的這個經典同框 包括在這個國慶日的時候啊 又或者賴清德一旦到立法院做國情咨文報告的時候 問一下立將軍怎麼樣看 我非常期待看到這種場面出現 尤其是賴清德宣誓的時候 應該是由韓國瑜來負責監誓吧 那監誓的時候這個我們要求就是請韓院長一定要嚴格監誓上面事實上面的日 一定要賴清德一個日一個日的唸出來 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尤其是這個在韓國瑜監誓下請賴清德一定要按照這些日來唸出來 這監誓很重要耶 對不對他代表全民來監誓你總統就職 所以當這個經典畫面一出現以後我覺得這個可能有一些這個綠粉對不對 綠的側翼來講大概玻璃心就碎了 那另外在國慶我們也很期待今年的國慶那是由韓國瑜來主導 那我想不太會在不可能在他當院長期間 不可能會再出現像蔡英文當院長當總統的時候 這個Taiwan National Day 類似這種就是偏向台獨的語言或者是說那種logo設計的這個欲蓋彌彰啦 就是明明你就是要棄掉中華民國不要對不對 雙十很經典的一個圖案你就故意把它醜 把它這種用一個藝術假借藝術之謎 來扭曲中華民國國慶日的這個圖案 我想應該不會再出現應該再回復以前的這種國慶的這種圖案 那我在想說今年的國慶應該也更能夠展現各方融合 各個族群融合的一個盛大一個場面 而不會只出現往台獨靠的這種讓人要有過多的聯想有過多的那個 我認為說是這國慶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麼 因為你這東西展現國家的 因為一個總統最重要的兩次的談話嘛 一個是國慶日的談話 一個是元旦的這個告全國同胞書 這兩次的談話是非常的重要 那國慶的內容所表現的其實全世界 尤其是大陸方面也會仔細在看 你代表你不要老是用切香腸 這蔡英文很糟糕的事情 她對中華民國老是用切香腸的方式一段一段 尤其是在國慶上面那個幾個 大家都很清楚你是在切香腸 對 去中化 然後你說這個大陸他們了不了解 他們了解 所以她現在的生意就是 你每次在那邊切香腸 然後你從這邊切 這個解放軍從這邊切 切到最後中間那一段就是我們老百姓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被放在板塊上 砧板上面那塊肉 最倒楣的是我們這些老百姓 所以我們希望來講的話 你今天韓國瑜如果能夠當上院長 最起碼在國慶的時候 你不會再有切香腸的動作 那你如果說沒有切香腸的動作 解放軍那邊大陸也四處三一夜 不要再往這邊切香腸 我們老百姓就有很大一個空間 可以生存 我覺得最大的意義在這邊 太陽星全校課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課費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課費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課費有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課費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 不知 bom 請訂閱 點擊 點擊